瑞瑟香复兴村金钻凤梨6月正式产季 天市碰上疫情加上与东部凤梨产地产疾相撞 市场交易相当冷清 为了避免走向肺源的命运 农民开始沿着台九县涉滩 或是在网路上自产自销加减转 碰上疫情 现在又汉东部地区的凤梨产区撞期 瑞瑟香复兴村的凤梨农也很无奈 走进凤梨园内 看着整片丰收的凤梨 却一点也感受不到一丝丰收的喜悦 不想让一年八个多月以来的辛劳化为乌有 农民只好自力自强 沿着台九县复兴路段 涉滩自产之销加减转 除了在产区舍道公路两旁社坛展售 也有不少农民透过网路再配行销 增加农产经济收入 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门购买 因为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通路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想说 找朋友大家在网路上面 然后订购 然后我就在帮大家送凤梨过去 然后现在整个后车厢 全部都是满满的凤梨 瑞瑟香复兴村为花莲凤梨主要产区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这一期产季市场交易也明显冷清了不少 不过由于当地种的凤梨品种多元化 鲜石的土凤梨或者金钻凤梨面积占的比例不大 产销是否受到影响 农会与农民目前也积极关注市场变化 在做因应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